自由车还台赛 每个选手都很积极 大家都骑很快 不过呢 现在却发生有日本补给车 逆向行驶 还意外的撞伤了裁判 那原本以为啊 是因为这个选手 可能是习惯日本右驾 转错了方向 不过时候却发现呢 他竟然是因为 为了领先另外一名 日本选手不惜抽车 才会撞伤裁判 那现在呢 裁判被撞的 还得休养半年 自由车还台赛 选手卖力骑 各国队车紧跟在后 随时要为选手补充物资 但撞车意外 却在下一秒发生 原本在后方的 银色轿车跨线超车 冲撞请方机车 裁判整个人被摔出去 他的速度最少都有 八九十以上 所以被他打到那一下 真的是算蛮严重的 最严重是 撞击到的时候 是我没有心理准备的 这辆银色轿车是日本对车 为了补给当时领先的 自家选手 跨越双黄线 违规超车 直接撞上裁判 倒霉的七材车裁判 被撞得倒地不起 连原本要补给的轮胎 都飞了出去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肇事的补给车 虽然有停车查看 但因为比赛正在进行 随即离开 继续赛程 他第一次为了对车 要让他过去 去做补给的时候 我当然是往左边偏 然后他 没有注意到左边 他日本队是从左边 超车过来 就这样被撞了 比赛经验已经有 二十几年的江先生 身为自由车协会的裁判教练 看过大小意外 但是裁判被撞 真的是头一次遇到 我们国内自己 办大型活动 国际赛 我们去当裁判也好 就真的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经验 协会表示 日本总会愿意赔偿 所有的医药 及修理费用 并且再三道歉 不过江先生 打着石膏的脚要半年 才能完全复原 自行车行的生意 可就受到影响了 中文新闻 陈思远林静文 李说一台中 才能复杂